1月3号至1月8号,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的16名民警 深入昆仑山腹地露营野外进行武装巡山,开展为期一周的打击非法盗猎行动。 据了解,此次巡山的主要范围在齐曼塔格山和昆仑山脉之间的地区, 该区域有大量的藏野驴、藏园林、雪豹、秃孙等野生动物。 每年冬季是到列高峰期,这一次是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202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野外巡护。 在冬季巡山,其实更多的是对一些潜在的不法分子的一种震慑的作用更大。 像我们这次巡山把大本营扎在昆仑山的腹地,分不同的方向派出巡山小组,进行不间断的巡逻。 通过这次巡山活动,我们大约能够覆盖4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左右的区域。 在巡山的过程中,进列区内随处可见奔跑中的藏野驴、鹅猴林以及炎羊。 巡护队还发现一个数量达到200头的野猫牛牛群。 青海省海西州戈尔木市森林公安局局长孙龙海表示, 每当看到这些野生动物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上自由驰骋,就是所有民警最欣慰的时刻。 野猫牛是咱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,在以往的巡山当中尚未发现有规模如此庞大的野猫群。 也就是说,从今年的情况看,生态进一步的好转,野生动物的种群也进一步的扩大。 除了打击行动和巡护工作,民警们还要对发现的死亡和异常野生动物死亡按程序及时上报, 做好一员一病监测防空工作。目前,四辆警车16名民警在巡护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的盗猎迹象。 森林公安民警杨静表示,他们必须克服高海拔、冰雪陆滑、气候严寒等恶劣自然条件带来的影响和困难。 为的就是能够精进守护这些高原精灵。 我们冬季的巡山活动通常都在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中。 徒步在其腰身的雪中,步行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。 通过这次巡山,我看到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在有明显的恢复。 我心里感到非常欣喜,证明我们所付出的所有的辛劳都得到了最美好的体现。